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参选人赖清德陪同台北市八位立委参选人进行登记 并亲自为八名候选人披上彩带 秉持民主大联盟跨党派跨世代跨领域的精神 让台北更棒 台北在巴西球下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与台北进总主委陈时中 副主委邱太元以及台北市党部主委张茂南等人的陪同下 与立委候选人吴思瑶 王世坚 谢佩芬 高嘉瑜 吴佩毅 苗博雅 许淑华 王敏生等八人所组成的台北战队 共同出席联合登记记者会 赖清德表示 期许台北市八席立委全雷达 共同立拼达成总统胜选国会过半的目标 赖清德 东赛 台北队八席选项 Team台北 Let's all run 这次民进党所提名的候选人 秉持着民主大联盟 跨党派 跨世代 跨领域的精神 在台北市的八位候选人 更可以看出其中完全符合这三项精神 都是一时之选 所以我再次恳请台北市的父老乡亲 能够支持民进党 秉持民主大联盟的精神 所推荐的优质候选人 打一次全雷打 让八席全上 赖清德亲自为八名立委候选人 披上彩带 并逐一介绍每位候选人的特点 赖清德表示他与王世间曾是立院同事 相信他是非常坚持理念的候选人 高嘉瑜是贫贱优质的立委 替地方乡亲争取到很多的建设与福利 而许淑华在议会表现非常杰出 在基层服务也非常尽责 获得社会的肯定与支持 我想第七选区选对的人会做事 这一场中性是一场善与恶的对决 希望大家拜托大家支持 用善念用信念来坚持守住我们松山信义这一区 拜托大家台北市八席全上立委全部过半 总统一定要赢 台湾一定要赢 谢谢大家 王世间进军国会 民意不再脆弱 官僚不敢怠惰 您要的正义 我做得到 内湖南港团结一致支持高嘉瑜 高嘉瑜为港湖做最多 成功争取捷运东寒贷 走对的路 选对的人 跨越党派选择专业 民主大联盟 大安新未来 台北市第六选区大安区 恳请唯一支持 年轻认真会做事的苗波雅 前进国会 谢谢 这一席 我一定会来翻转文山南中正 要拜托大家 年轻新世代 国会新未来 我是王敏森 信赖台湾 挺身而出 苏林百岛的吴思遥 我做对的是 您选对的人 吴思遥 我一定会光荣连任 年轻世代 前进国会 中正万华 关键一级 年轻世代 要为了台湾 全力以赴 信赖台湾 为您分担 中山北松山 请支持 认真100分 服务100分的谢佩芬 谢谢大家 赖清德表示 昨天宇在猫肖美琴 已完成总统 副总统登记 他与肖美琴 都有信心和决心 可以稳稳地带领 台湾前进 也恳请大家 支持民进党提名的 八位优秀立委候选人 让八席全上 台北更棒 记者李奇慧 台北报道 另外 在初选时闹翻的 台北市第二选区 立委参选人 王世坚 与现任立委 何志伟 两人在联合登记记者会中 终于破冰同框 而面对 无心带的参选 范绿分裂的立委 高嘉瑜 更是握住 两人的双手 高喊 肩尾鱼 动算 一起共渡难关 团结一致 肩尾鱼 共渡难关 团结一致 八席全上 立委高嘉瑜 牵起王世坚 与何志伟的首 高喊 肩尾鱼 动算 第二选区 士林大同区 参选人 王世坚 在初选期间 和现任立委 何志伟闹翻 如今两人终于同框 但气氛略显尴尬 被问到是否力挺王世坚 何志伟说 他的安静就是团结 王世坚则表示 选举开跑后 会邀请何志伟站台 我在这边再次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登记日期是到礼拜五 礼拜五 我们立委的登记是到礼拜五 那如果何志伟有来登记的话 我就高空跳海 而且我已经去巡过架了 直升机借这个十五分钟是台币两千元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绝对不会有这种事 那我何志伟 我的安静就是我的团结 我的团结就是安安静静 然后我会在我的岗位上面 把事情做好 抱歉我有传过一个阴档 跟他拜托之后 因为我知道他也很忙 前一阵子何志伟委员 代表赖清德三陆总统 那么到海外去成立好几个 信赖之友会 那是由何志伟委员主持的 这样的时候他很忙 所以我可能也比较不方便联络上 所以就邀请他帮你站台吧 邀请他帮你站台 当然啊 选举开跑之后 我们的选举造势场 我一定是请何志伟委员来帮忙 那他也一定会接受 他一定会帮忙的 对于激进党无心带登记参选港湖立委 高嘉宇表示 无心带坚持参选 就是分裂港湖范略选民 是在助攻李燕秀 保送国民党 根本就是国民党的暗庄 无心带口口声声说要让港湖闪亮本土派的光荣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要让港湖重新闪亮国民党的光荣 一个真正有本土派价值的人 就是要让国民党重新在港湖闪耀光荣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所以无心带他今天的所作所为 其实在民进党的内部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样的做法在分裂范略根本就是国民党的暗庄 对于卫福部次长王毕胜多次为无心带站台 身为前长官 同时也是赖清德台北进总主委的陈时中表示 选举是每个人的权利 民进党的目标是巴西全上 登记完成以后大家就会各自归队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市有一名消息老翁 因为悟性网路投资股票名牌广告 前后投资了137万元 南港分局警方获报后 在雨中埋伏顺利逮捕到车手 警员乔装路人趁机将嫌犯压置在地 穿着雨衣的消息老翁是被害人 他因为悟性网路刊登了股市名牌广告 前后投入了137万元 诈骗集团实随之位 告诉他想赎回要再交200万元 老翁终于清醒与警方合作 在雨中逮捕到前来取款的车手 一名消息老翁 因为悟性网路上面刊登的股市名牌广告 前后投入新财币137万余元 后续如遇俗出 还需要再付200万元左右 造诈骗集团诈骗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征办 顺利逮捕犯血神之以法 南港分局方面也揭露诈骗集团的手法 提醒民众注意 此手法是假冒财经名人 理财投资专家等身份 与各社群媒体上面刊登 传授股市新房等广告 广邀学员加入赖群组或者是假投资的APP 群组内有犯险假冒投资专家 养生可以代为投资股票 保证获利赚钱 而且汇款入金 先让被害人获利使其卸下新房 警方已经依诈骑罪前 将嫌犯移送士林地检署偵办 警方也提醒 近来诈骗手法推陈初心 使用电子科技设下种种网络陷阱 再透过社交软体投放不实广告 呼应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 如果有疑问 可以补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有一名15岁的青少女 因为胸闷头晕就医 抽血检查后确认是缺铁性贫血 医生提醒缺铁对于还在发育中的婴儿和青少年 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 要注意生活饮食铁的补充 如果有疑似症状 要尽早就医评估 各案青少女就诊时 致数无感冒症状体温正常 但今医师问诊发现 最近不时会觉得头晕疲倦 还因为起床的时候跌倒去照过X光片 身体检查发现患者脸色苍白 肩膜较无血色 头发干燥且略微稀疏 临床上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严重时甚至会有心薄过速和心脏衰竭的表现 不容忽视 那她也自己觉得说 最近她掉发的情形又比较明显 那我们临床上是怀疑是贫血造成的症状 所以就帮她安排抽血检查 那抽血的结果就是发现说 她的血色素就是确实是比较低下 而且她的轰血球的体积比较小 所以她就是消血球的贫血 那我们进一步就是 因为有怀疑是不是缺铁造成的 所以帮她验了铁相关的一个数据 那发现她确实是血清铁下降 全铁结果的能力上升 还有血清的铁蛋白也是下降的 那这些检验结果呢 都是确定就是她有一个缺铁性贫血的问题 那我们在卫教之后 就给她口服铁剂的治疗 那贫血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 包含头晕疲倦颜色苍白缺乏活力等 那他们也会有这个运动不耐的问题 就是说他们运动的时候 比较容易呼吸急促 然后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情况 那比较严重的贫血患者 甚至会有心脖过速 还有心脏衰竭的表现 那贫血的治疗方面 就是因为贫血的原因很多 所以重要的是说 找出她造成她贫血的原因 那贫血针对这个原因治疗 才能够真的改善她贫血的问题 那以我们这个患者的缺铁性贫血为例 那造成缺铁性贫血的原因呢 大概有这些 那我们大约有2%的青春期少女呢 会因为青春期的生长 急速生长 还有他们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 而有缺铁性贫血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饮食中的铁摄取不足 肠胃道或是整体的其他部位有出血 那又或者是说她有铁质吸收不良 以及肠胃道的其他疾病 都有可能会造成她有缺铁性贫血的问题 那缺铁性贫血要怎么诊断呢 医师会根据病史询问理学检查 然后搭配我们抽血的结果 就可以确定诊断 那并且可以判断她的严重程度 那但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治疗缺铁性贫血之前 就是说在补充铁剂之前呢 希望能够尽可能把缺铁的原因找出来 并且将它处理好 那举例来讲呢 就是像是 如果是有潜在肠胃道出血 我们可以用糞便的签血反应 来做一个筛检 那如果说确定糞便签血反应为阳性 那可能就要查一查她有没有像是 比如说胃溃疡啊 或是痔瘡等等 有肠胃道出血的一些可能 那针对一些像是 有在刻意做结食 那些饮食控制的人 又或者是说 比较不喜欢吃肉类 然后导致说她 饮食中有可能 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我们就是可能要跟她进行胃教 帮她进行饮食调整 来改善铁摄取不足的问题 那另外像是有一些 月经量出血量 比较大的女生呢 就是可能会建议她 安排一些复刻检查 排除一些像是子宫肌油等等的 可能造成的原因 那把这些原因排除后 再补充铁剂 才能够真的改善患者的一个 贫血的问题 贫血治疗最重要的是 找出造成贫血的原因 并且针对原因治疗 以缺铁性贫血为例 可能和少女青春期的急速生长 和月经造成的血液流失有关 其他包含饮食中 铁摄取不足 肠胃道或身体其他部位出血 铁质吸收不良 或其他肠胃道疾病 都是可能的原因 那缺铁性贫血的治疗 如果是没有其他特别原因的话 我们是以口服的铁剂为首选 那再补充几个月的铁剂之后呢 这些指数都可以慢慢回到正常 但是即使这些指数都回到正常了 还是要再补充铁剂大概两到三个月 才能够把身体铁的库存给补足 不会又再立刻又再面临到缺铁的问题 那口服铁剂可能的不良反应 包含了恶心腹痛 便秘等等的肠胃道症状 所以如果有发生这些情况呢 就是患者就是 就不要自行中断 要跟医师讨论一下 看有没有改药或是其他的方法 免得说他的缺铁性冰血有持续恶化 造成更严重的影响 那最后提醒大家就是 缺铁 缺乏铁元素这个问题呢 如果对于发育中的婴儿跟青少年呢 其实是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的 那我们针对一些铁 日常生活中铁摄取不足的人呢 会建议他们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的食物 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以补充生活中的铁 那最后呢 就是如果你在生活上发现 说你的小朋友 或者朋友 亲人的小孩 有那种疑似平息的症状的话 那我们就是建议尽早评估 就医 然后以免延误他们的治疗 缺铁对于还在发育中的婴儿和青少年 也会影响智力和运动功能的发展 医师建议多摄取肉类 内脏类食物以及深绿色的蔬菜 来增加日常生活铁的补充 如果出现疑似平血症状的患者 尽早就医 以免延误治疗 南门市场经过改建升级 正式开幕 吸引了大批的人潮 迎接过年氛围 市场也结合了福袋 系列优惠 邀请民众持续到市场来采买 南门市场正式开幕 哇 终于盼到这一刻 南门市场历经四年的改建工程 并克服疫情时期 新建了地上十二层 地下五层的全新市场大楼 创建出明亮舒适的采买环境 可以说是台北的重要观光地标 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为市场开幕剪彩 赠送凤梨水果栏 祝摊商神以兴隆往往来 很高兴啊 不错有改变 比较干净了 比较先进 真的是 喝了那么久 四年多了吧 我很开心啊 我终于回到南门市场 这是我家附近啊 南门市场已经好几十年的市场 那东西很好 很好吃 这个福袋很好用 很好用 如果出去的话 你就上南门市场 戴个福袋 然后生鮮的东西不会坏掉 我想这一路走来 四年的改建过程 并不容易 我想这当中 起起伏伏 碰到非常多的挑战 困难 挫折 但是 大家 齐心协力 一一的克服 当然今天来 我更是一个从小就会跟着妈妈来南门市场 买菜的孩子 看到南门市场百年的历史 今天改建完成 我想 我想 这么重要的历史遗课 这么多的好朋友一起参与 建政 我想 大家 永远不会忘记 更重要 南门市场 也是所有 民众 的记忆 存在的包括 我们南门市场 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 包括 常义 我们的 熟食 东坡肉 我自己是会爱吃东坡肉 那另外还有 粽 我知道 麗家的胡州粽 然后 金华火腿 万有泉的金华火腿 等等 太多了 当然还有肉干 我知道有金龙 有快车 其实 信从你来 每一家 都是民店 每一家 都是非常好吃的美食 那我想更重要 除了这些 大家 非常 知名的店家以外 南门市场 更是充满了人情味 老记忆 刚刚看到影片 我觉得 全国会长 率领的团队 大家一定都 满满的感动 我想 最重要的灵魂人物 就是我们全国会长 我们再一次给全国会长 掌声鼓励好不好 也谢谢全国会长 为我们台北市市场改建 树立了典范 我想今天这么多会长来 也都希望跟全国会长 汲取经验 我们希望未来的市场改建 能够少走一些弯路 能够快速的更完善的 尽快的改建好 让摊商朋友受到的冲击 降到最低 我想 每次经过看到这片人潮 还以为已经过年了 其实没有 甚至人潮比过年还要热闹 所以我相信摊商们非常开心 笑容满面 当然我想改建完成 摊商回到家里 这不是一个结束 这是另一个崭新的开始 在这之前 市营运期间 市府不断改进硬体和软体设施 摊商及消费者 也逐渐熟悉新市场环境 每日平均达五千人以上 进场才卖 心情很好 因为地方比较干净 也比较宽敞 对 然后生意也有比较好一点 人潮差很多 对 起码差了一半以上 对 环境怎么样 环境它比较舒适 比较宽敞 也比较干净 视野也比较好 不错很好啊 对 对 来这边冷热闹 而且干净 又舒适 我希望南门市场 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今天功劳绝对不是我 是我美国摊商 他们在那班前 我真的眼泪都快流下来 他们真的很辛苦很累 好几年了 在中继市场 谢谢张慧全里长 谢谢你 在中继市场 大家虽然遇到很多事情 我们也走过来 真的很难 因为碰到疫情 碰到公主号 又碰到 那时候 阿法病毒 真的是 把我搞惨 后来没有关系 我慢慢带摊商走过来 从外送平台 然后网路 网路宅配 这些一直 把它越搞越大 生意 大家越做越好 今天可以回到市场 10月7号 是一月 到现在 一个月的人潮都不断 我都已经怀疑说 我真的怀疑 我的人生 怎么会那么多人 每天都看 我都快要互合不下去了 真的 我希望 真的很希望说 集里面 市场如果有支援 我真的很难 那我也很高兴 人可以变那么多 市场变那么漂亮 谢谢大家 帮助我过我的人 南门买菜节系列活动 也随之登场 许多摊商搭配活动 推出限时折扣与优惠 还有行动支付业者 也有支付回馈 优惠一直到年底 期盼借此 让民众持续到 南门市场采购 快迎回家 加油 记者问郡 台北报导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 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 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E点基金会举办第十届 无障碍生活节 特别设置了障碍体验关卡 希望透过展览 让民众了解无障碍 及友善环境的重要 公益大使莎莎坐在轮椅上滑下缓坡 就让她吓得娃娃大叫 接着还得跨越障碍物 将轮椅倒车 或是经过凹凸不平的路面 每一项关卡都是轮椅族 在路上必进的挑战 不然我在一起打转吗 那好难 好难 好难 平常我走路觉得真的是小山坡 但当你坐上轮椅之后 那是一个大山丘 就是你过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想要助跑 再往前冲的感觉 但又觉得好像力气太大 而且我刚才微微往后助跑 也过不去 太难了 所以我觉得真的 有时候适时的伸出手 真的可以帮助到他们很多 像刚刚我真的过不去 小帮手帮我推了一下 我就过去了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 除了坐上轮椅 体验轮椅族的不便 莎莎也戴上眼罩 感受眼前的黑暗 同时在精神疾病经验者的 真实告白文字中 认识在社会中的各种需求 我觉得轮椅跟那个视障 那一部分都很可怕 你会有一种觉得 怎么办 我现在要去哪里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身体 明明就是平常我很OK 但我都没办法了 好难 然后当眼睛全部被蒙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旁边声音好清楚 一点点小小声音 你就会觉得 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我觉得 每一个地方都很值得 大家来体验一下 然后感受到生长朋友 需要帮忙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常常我们都会呼吁大家 一起来做爱心 但我觉得 这个想法可以稍微改变一下 我觉得这是所有生活在台湾 这片土地上面的人 应该想要我的福利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为什么要这样 但当你来到我们这边 好好体验之后 你就发现 那对他们来说有非常重要的 一个意义在 有时候你要亲身体验才知道 这是大家所需要的 不要觉得这是特别为了别人做什么事情 为了让民众了解无障碍及有向环境的重要性 伊甸基金会举办第十届无障碍生活节 展览内容包含十年回顾障碍体验关卡 以及舞台表演等 呈现社会多元需求及样貌 伊甸基金会办无障碍生活节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讲其实是延续伊甸在一直在声障议题的倡议性 只是以前的形态跟现在的形态有点不一样 但是我们希望说很多人看着所谓的 声音障碍者或者弱势者的时候 不要用可怜人而看 而是应该用一个平权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以至于对他们来讲会有更多的尊重 跟更多的帮助 十一住行来讲 生活上其实都会有些障碍 但这障碍必须要体会去看 那我们今天在捷运这站来做 其实我们当时就讲的是个行动的 行动无障碍 行动无障碍是也比较是外显的 比较容易被看见 其实我们也去过一些国外 其实台湾的声音障碍者 其实在出现率比一般国外还高 其实是应该说台湾的无障碍环境是越来越好 就包括我刚刚说 因为台湾的捷运不是这么早盖 1996年才开始 1996年开始来讲在设计的时候 伊甸基金会就以声障人权的角度有介入这件事情 以至于整个的捷运网起来之后 声音障碍者变成搭乘就变得很方便 这是这样的 那平常来讲日常来讲 当然也还是有很多的障碍 但这个就必须要大家能够细相体会 互相来的帮助 伊甸基金会第十届无障碍生活节 即日起至11月19日 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阳光大厅盛大展出 除了有障碍体验无障碍检测 让民众切身感受 也有身障职人带来首座及摊尾市集 邀请民众一同来体验 记者李锡慧台北报导 公笔书画家陈丽雪 从事艺术创作超过50年 今年适逢70大寿 在国富纪念馆一仙一攘 举办如墨传星书画各展 展出上百幅的书法 公笔侍女公笔花鸟 喜爱歌仔细的她 还将生诞的角色刻画得栩栩如生 呈现细腻雅致的美感 细腻的公笔将孔雀及各类青鸟的羽毛 描绘得斑斓绚丽 而人物化则是展现出古典侍女 后宫嘉丽的柔美姿态 还有歌仔细的生诞角色 在她笔下也都栩栩如生 让人感受到陈丽雪 对自然生态及人文情怀的深刻领悟 我们台湾的特有鸟类 真情义类 像帝制 南富贤 还有环景志等等 它们都是很稀有的 但是在深山才看得到 所以我也利用画作 来表达对台湾这个土地 可以对这些真景益寿的推广 也是说把他们的美呈现出来 那人物化部分 因为我从小喜欢看歌仔细 所以我也画了歌仔细的人物 那画我所爱是我最主要的作画的理念 所以我也画我的爱孙 我五个孙子都在我的画作里面 同时也有仿古画 那欢迎大家对书画有兴趣的朋友们 能够立临 陈丽雪从事工笔书画 创作超过五十年 今年适逢七十大寿 特别举办书画各展 画作中的爱孙 还有陈丽雪的友人 都到场祝贺 旗袍爱心协会的嘉丽们 更带来精彩的旗袍走秀 为展场增添光彩 丽雪老师 她是一个个性非常的好 而且就诚诚恳待人 那么可以看她的家庭生活 非常的幸福 所以她的画作里面 有她的家庭生活 跟家庭的互动 孙辈的互动 也看得见她 她的家养一些动物啊 或什么 就是说 我觉得她的绘画就是她的生活 然后她喜欢歌仔戏 所以她也把歌仔戏画进去 所以绘画来说 对她来说 应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很辛苦的画工笔画 但是却乐在其中 人家说以文会有 我们是以画会有 以书法会有 那就认识了很多的 艺文界的朋友 我们除了在国内展出 也经常到大陆去交流 我们的作品跟大陆的 还是有一些区别 书法的内容 书法的方法 写作的技巧都不一样 那就是大家借这个 书画来做交流 如墨传星2023 陈丽雪 书画各展 即日起到11月26号 在国父纪念馆 三楼一仙一郎展出 欢迎对书画有兴趣的民众 前往参观 感受公笔书画细腻雅致的美感 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全市学生音乐比赛 在国乐的部分展现了灰红气势 尽管手指化 五赌国小国乐团应来近60人登台 是北区最大团 其中有一位听损儿也登台参与演奏竞赛 让人看见竹梦的力量 欢乐又震撼的国乐演奏 展现全团学生的演奏功力与默契 指挥老师何孟瀚引领五赌国小 百福国中国乐团20多年 尽管面临少子化 但团员人数依旧维持水准相当不容易 虽然说少子化的关系 但是目前五赌国小的国乐团 是我们台湾省北区最大的学生音乐社团 用热情专业鼓励孩子们加入国乐行列 更带着自己的女儿练习二胡 克服重度听损的困境 这次登台演出让人相当感动 其实在这一次的音乐比赛 对我个人来说是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意义 因为我的女儿她也在场上比赛 那因为我的女儿是个听损儿 就是跟谢市长的女儿小爱相同 我们都是开电子耳的中度听损 那当初我也认为说 既然这样子有可能学习音乐吗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让她去学习二胡 那我们在这几年的教育之下 我们发现她是可以学习音乐的 对 这个是让我觉得这次音乐比赛 最大感动的地方 喜欢拉二胡 喜欢二胡的瑞彤坚持了两年 更登台参赛真的不容易 孩子们在国乐的薰条下 将代表基勇士参加全国赛 国度国乐赛 我很开心的那个比赛 我练了四年 很紧张 很好玩 练了三年 也是很紧张 克服紧张 勇敢登台 展现最好的一面 百夫国中国乐团和谐的乐章中 散发着国乐的独特韵味 一样代表基勇出赛 四足乐的长盛军 基勇高中 带来风采动人的乐章 我们是基勇高中的四足乐团 我们在准备这个比赛期间 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下风 然后我们希望以夏天的主题来 那个感动评审的心 感动评审更要获得评审认同 全市学生音乐比赛国乐组 让人感受到音乐的视听响宴 孩子们展现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坚持 瑞同的灯台也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奇迹 所有的成绩都公布在教育处的网页上 祝福所有代表基勇出赛的选手们 明年在全国赛上 绽放耀眼光芒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未来应应基隆捷运第一阶段 工程综合规划 市政府编列了整合3500万元委办费 将成立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 副议长杨秀玉希望未来 可以把七土区打造成为基隆市的信义计划区 为了应应基隆捷运第一阶段 工程综合规划预定在今年底核定 基隆市政府编列整合3500万元委办费 将在明年正式成立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 市议员们都很关心 每年的看起来是这个专案办公室的常态性的业务费 应该是2700万 好 然后另外第二个问题会是说 就是那如果说这个专案办公室成立之后 那跟目前的捷运工程科之间的关系 跟协作的方式会是什么 因为基隆捷运的进度 其实全民都非常关心 那我们的像刚刚处长提到的工程师 所谓的工程师 他是额约聘雇人员 还是我们有从其他公务机关请过来 那他们是也是在明年1月1号开始会就任吗 是已经跟业界 或者是说有相关 国内有比较著名的几个公共公司 曾经有协调过 或者是说他们认为这样的预算是合理的 他们愿意来的 还是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 来编列这样的一个预算 因为我今天很担心的是 好你编列3500万了之后 就还是没有人来 那这些事情 我们接下来要如何去持续来推动跟进行 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交通处长表示 基隆捷运专案办公室的成立 将先规划 第一阶段基隆市境内 也就是七堵区 五个厂站的交通转运和接驳的事宜 就是说透过专案办公室一个伪办计划 让民间具有捷运经验的一个顾问公司 能协助我们未来推动整个基隆捷运的部分 那整个专案办公室 当然是针对我们基隆捷运 刚刚特别提到 我们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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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設施我們要先來做一個配合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更希望 未來經由基隆捷運 可以把七土區打造成為 基隆市的信義計畫區 北無賭 據我所了解 本席所了解 它有大概70%以上是私人土地 就剛剛我們這個議會同仁在提到說 未來的這個土地的取得 我們跟這個中央內政部營建署 這邊到底我們的整個 整個touch的過程到底怎麼樣了 我覺得這個土地的取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謂的這些土地取得的問題 我想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我們未來是不是七龍的七土 就像類似台北市的信義計畫區 另外一個新的市政 而市議員洪森永哲詢問 市長謝國良答應第二階段基隆捷運 規劃到安樂區的問題 交通處長王鎮宏表示 將進行到第二階段的可行性評估時 再向中央提出評估的需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基隆市政府為了要推動 城市永續發展 特別舉行了基隆市ESG 城市永續發展論壇 邀請到企業領袖及青創代表 一同討論交流 環境永續 青年創生 為了避免地球暖化 需要各界一起來努力 基隆市政府官銷處特別規劃了 基隆市ESG城市永續發展論壇 邀請產官學員一起互動交流 目的是讓基隆的產業能夠永續 實際投入減碳就地球的具體行動 因此這次邀請了許多企業頂尖人士 論壇現場貴賓雲集 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出席論壇致詞 另外包括議長童子偉 立委參選人林沛祥 官銷處代理處長郭憲平 產發處長林鼎超 並由全家便利商店副營運長黃俊毅 國泰金控投資長陳淑芬等貴賓 分享七大企業如何來做ESG 達成基隆共好 乾淨家園 今天很開心我們可以辦這個活動 讓市政府辦一個平台 讓所有企業參與跟了解ESG的重要性 我們過去最近做的一個很成功的案例是 我們耗到四大超商 然後還有麥威登 還有麥當勞 還有全聯 總共11家 總共有7百 1000多家 對不起 1000多家的門市 他們在一公里之外 他們要負責乾淨打掃 然後跟基隆一起創造一個永續美好的乾淨家園 我覺得這是不容易的 因為所有在地的廠商願意認知這個重要性 願意出現他們的人力 然後跟基隆一起共榮共好 是我們覺得很驕傲的 我想如何發展永續城市是我們一個普世的價值 那現在政府的這個重要戰略方針是 近零轉型 南冤轉型 然後我們在基隆 當然也在我們的國家的一份子 我們大家也共同努力 今天非常感謝關銷處特別舉辦相關的論壇 讓我們的產官學研都有機會來大家共同討論 希望輔導我們工業區在近零轉型上面 可以成功的轉型 那我們未來發展藍色經濟 藍色觀光 還有我們的青創等等相關的產業 也都共同朝向這個目標 那我想我們基隆是世界的一份子 我們會共同來努力 當海邊界上升的時候 基隆港和平島會被淹沒過去 所以在基隆我們可能要先別人家 更先進一步的來去做這個永續發展 去針對需求能化 做更進一步的拓展 而在這邊也是在這邊的高度肯定 我們基隆市政府特地辦了這個論壇 來去支援 去支持我們全球化 在基隆市的海洋城市 但身為海洋城市 我們就要對海洋文化跟海洋的現況 有別人家更深刻的瞭解 另外論壇上也邀請在地創業青年品鮮魚 創辦人王岐順 宇都漫步創辦人蘇小蘭 來分享青年回鄉創業的歷程與創造共融 基隆市政府官銷處期待藉由這次論壇 凝聚更多的社會力量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接下來要帶你來看警察局執行寧景街坊專案 第一個週末在新北與基隆交界處執行勤務 取締違反改裝的排氣管車輛 動員了30多名警力 開出了新台幣3000到3萬元的罰還 轟隆隆地提升鎮耳欲籠 機車改裝排氣管 這超強音浪已經讓民眾受不了 就用警方執行鄰近街坊專案 各分局全面動起來夜間加強取締 使用未經檢驗合格的排氣管 其次你的排氣管上面沒有防燙蓋 也違反了倒焦條例 到時候我們會依倒焦條例來做一個舉發 另外有關你排氣量的部分 我們待會會立刻來做一個檢測 不少人就是喜歡趁著夜晚時段 在大馬路上禁訴 其中最常被民眾檢舉的 就是明德二路和百姓街口 這裡是連結新北細紙和基隆交界 道路長又寬人相對比較少 但旁邊整排都是民財 入院之後排氣管噪音喉嚨俱響 讓民眾快抓狂 像是議會陳情 警察的工作量已經很多了 那警察環保局的這個 所謂基塔人員也有限 那你這樣子 警察的勤務這麼多 又要取締酒駕 又要取締噪音 所以在這邊 我希望我們環保局 一定要編列預算 針對這個所謂的這個改裝車的噪音 一定要用這個所謂的AI 人工智慧 科技執法 這是未來的趨勢 據一方所知啊 在金融市全區 非常多的地方 都是有這樣子的問題所發生 所以在這邊也希望我們金融市警察局 跟環保局能夠不要有三分鐘熱度 能夠一直持續這樣的任務 讓我們的民眾 能夠有一個安靜寧靜的生活空間 各區都同時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不是局限在吸毒 那今天非常讓我們警察局 環保局還有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監禮上 大家共同來做寧靜街坊的這個專案 大家非常的辛苦 那為了給我們的百姓 我們的選民有一個寧靜的這個街坊 最主要是讓我們市民 過著一個安靜的生活 那對於執法單位來講的話 他們的儀器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些的話 我們不是說只有看目測的話 甚至於說我們本身是騎車的人 也要注意到 那往往的話 噪音已經超標了 他自己也可能不清楚 所以未來他自己的保養方面 檢視方面也要注意到 就是展開寧靜街坊專案 第一個週末 警察局會同環保局監理站人員 一起帶著檢測儀器 在路口一一攔檢 迴反噪音管制法第八條 假設這個民眾的騎機車 是使用未經認證的排氣管 或者是已經經過認證 然後他擅自更改使用 那我們環保局 會把這個儀器帶來現場 來做實際的這個測量 那假設如果說 他是未經認證的排氣管 我們會拍照取證環 移給環保局 那可能會拆三千塊到三萬塊以下的滑環 今年他們環保署要補助他們10台 那他們自己要買3台 那當然警方如果我們有多餘的警力 我們會幾乎 然後這樣子有機器過來 我們跟環保局來執行 可能會對這個臨近街坊的工作 然後有更大的注意 為使用認證排氣管 然後自防害他人生活安寧的話 那這樣我們環保局 可以處分三千到三萬元 那是暗次採處 而且夜間時段的時候 可能會加重處罰 那如果是我們現場攔檢 有超標的情況 那我們會採處一千八到三千六百元 好 停 停 停 好 我們這台車來辦理那個照應檢驗 好 立宗駐 現場來實測 金融警方一整晚光是明德二路 就動員了超過20名警力 除了取締酒駕的勤務之外 也取締不合格的排氣管 民眾耍帥花大錢改車 變成噪音擾民 一旦被警方查到 吃的罰單恐怕會比改車錢還要更多 記者 黃少鳴金融報導 樂利三間與邁進路口 在每天的上班時間塞車的相當嚴重 地方民眾和民意代表都很關心 市政府特別辦理會開安設法進行改善 貨櫃車和小客車 機車 穿流不息 畫面上是樂利三間與邁進路口 尤其是每天上班時段塞車相當嚴重 為了設法解決問題 市府相關單位到場進行會刊 由警察局主持 當地多位里長和安樂區的市議員 及安樂區長都到場進行討論 期盼盡速改善這個交通難題 因為我們樂利三街只有一條 國家新城五幅六合 長樂 甚至三明里 都都是使用這一條樂利三街這一條路線 所以到了早上要出門的時候 真的塞的上班時間塞的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邊能夠改成四線道 上二 下二的這樣子的話 疏解我們上面的交通 當然這是短期方面的 最長期我們最希望的規劃是 能夠幫我們國家行程 打通第二條連外道路 從我們五福里到壯觀里 然後再到我們邁進路的話 這樣子的規劃路線的話 那是更好的 以及另外一條配翔所希望的 從我們上至貨櫃能夠評估規劃 直接到二高這樣子的一條路線下去的話 整條路就會長通順長 包括交通處 包括警察局 包括公務處來這邊辦理會堪 主要就是希望說我們這次的會堪 可以把這邊擁設的車流量 可以做一定程度的疏解 那另外一方面我是在這邊提議的話 是前面有一些在樂利三街下來的地方 會有一個相當大幅度的轉彎 而這大幅度的轉彎導致路幅的不夠 而因為路幅不夠的話 我們會看到很多 不管是國道客運的巴士 還是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連結車 就會卡在路中間 導致說後面的車子 後面的小客車回堵到國家行程牌樓上面去 因此我剛剛也提議 請市政府協調 看能不能是否把這個 突出來的這個彎道 截彎取直 讓整個車流量可以更順暢 樂利三街的一個路幅的一個檢討 看是不是開為兩線道 假設未來是長期性 是開兩線道是最適宜的一個交通的疏散方向 那另外在短期之內 是不是在我們線目前上行的兩線道 我們時間上 六點半到八點做一個掉波車道 那剛才會看的時候 因為做掉波車道 可能在我們下緣樂利三街口這個地方 大型車要轉上去的 可能有它的困難度 所以說我們還是尊重我們今天交通處 還有我們警察單位 還有公公處他們相關單位做一個評估 後續的一個徹底的改善 讓我們這個塞車的情形 能力盡早的解決 樂利三街賣金路口這邊是兩線道 就是出門的時候是兩線道 可是在從國家行程出來的時候 在二姓小學再往上一點 是一車道而已 所以很常因為紅綠燈的管制的狀況下 導致就是明明是綠燈 但是出不去的狀況 所以也希望說金融市政府趁這個機會來檢討 看看有沒有機會來把這個單線道改成是兩線道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國家行程的上班的車流可以疏解之外 還有包括我們賣金路要往那個 基金一路要去上國道的這個車流 也希望可以有兩線道來舒緩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上半年的時候會看 希望說不要讓那麼多汽車為了趕時間上班 然後造成說有誤闖到積慢車道被開罰的這個問題 可以被解決 經過充分討論 會刊結論朝向調整號制秒差 和車道來推動 樂利三接往賣金路方向 由交通處在上午尖峰時段 調整號制增加10到15秒 另外針對樂利三接的車道 由交通處重新規劃為雙向均為兩車道 而賣金路的安和二接往石皮賴圓環方向 也規劃改為兩車道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創世基金會以基隆分院成立20週年的願慶活動 12月1號將在北都飯店舉行 基隆分院特別先在北都飯店門口辦理意賣活動來宣傳 立委蔡適應和基隆市議員吳華嘉協助創世基金會 基隆分院叫賣意賣的物品 吸引許多善心民眾前來購買 由於創世基金會基隆分院成立20週年願慶餐會 12月1號將在北都飯店舉辦 基隆分院特別先在北都飯店門口辦理意賣活動宣傳 歡迎各界共襄盛舉參加餐會 因為原定50到60桌的餐費目前還短缺三分之二 呼籲各界響應一起來幫助職務人 我們有一個創世基金會為職務人而舉辦的募款餐會 為職務人而舉辦的募款餐會 那這個其實已經連續舉辦了許多年的時間 那是一長期來都來協助創世基金會 作為代言人也宣傳更多的市民好朋友 來支持整個職務人的安養的活動 所以在這邊適應特別呼籲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12月1號之前可以來報名參加 我們的創世基金會募款的餐會 因為你讓幫忙更多可以來幫忙的人 12月1號的晚上6點半 在我們北都飯店五樓宴會廳來舉辦 那希望呢邀請到我們所有的市民 跟我們一起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公益活動 幫助我們創世基隆院 我們在院安養的植物 清寒植物人可以得到更完善的一個照護 那今年的餐券呢每一張餐券每人 一張餐券是一千二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可以到我們 北都飯店五樓宴會廳還有我們創世的基隆院 都可以購買到這樣子的一個餐券 那邀請大家跟我們一起來共享散舉 基隆分院進一步表示這次參會除了感謝社會 各界長年來對創世的支持之外 更需要社會大眾幫助升級院內消防安全 特別是重中之重的防火門 每一扇就需要十萬元左右 目前還有十五散防火門的經費 需要各界支持 那今年呢其實創世基金會有多了一個 消防門的一個項目 希望可以讓我們就是創世基金會 萬一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就地避難一個小時的防火門 那那一扇防火門呢是一扇十萬元 也是非常需要大家一起來支持 最主要就是你知道我們植物人 他是完全臥床 他們也不能跑也沒辦法就是 如果真的災害發生的時候 我們真的只能就是搶 就是等待救援世界 就是防火門可以請世門關上 我們就可以原地的就地避難 那以前的話是沒有升級的話 我們全部的那個植物人的床啊 或是人也沒辦法全部擠在 那個兩個等待救援區 所以這個部分呢就是我們今年就是 在著重就是消防安全 對於我們的植物人的安養的願名 還有我們的工作人員的安全提升 照顧植物人 北都參會見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文良休閒農場不只產生幼綠竹筍 最近還產出了木憋果 只有一株竟然生了百科 長相奇特 不少民眾直呼第一次看到 我第一次見過 感覺很驚訝 長這麼大第一次看到 哇第一次看過 哇好壯觀 什麼水果這麼奇特 大家都第一次看到 答案是木憋果 切開瞧一瞧 取出種子 成熟的黑色種子 看起來就像一隻黑鱉 讓人看得出神 這個是頭 這個是尾巴 對喔 這個是鱉頭 從哪裡種出來的呢 綠手指達人金寶姐帶我們一探就近 就在山藥田旁 他說沒有特別照顧 任其自由生長 沒有想到一株竟然長出了上百顆果實 而且顆顆都很飽滿 像種樂透一樣 我們家政班的那個班長啊 他拿一顆 差不多十公分給我種 我想說這個 隨便種一下 我也不曉得說他會怎樣 我就種在我先生那個山藥頭前面那邊 前年種 去年才生三顆 小小的 兩天就都爛掉了 我不曉得 我以為就這樣死掉了就算了 結果今年三葉的時候 我先生跟我講說 啊 那個目標果長很多 我一來看 哇 就這樣一顆一顆的 我都撞到頭 結果紅了我拿去市場賣 結果市場的芋花桑 大家都好像已經用很久了 目標果它還有B5 B12 B型很豐富 所以對眼睛非常的好 然後他跟我講說 你葉子跟炒菜一樣這樣炒來吃 也可以剁一剁 跟那個雞蛋下去煎 很好吃 他說87歲呢 他吃很多 結果現在很小很小的字 他都不用戴眼鏡 他都看得很清楚 市議員張耿輝也說第一次看到 上網查了查 竟發現 茄紅素足足有番茄的70倍以上 含量驚人 這個叫做木碑果 茄紅素比我們的番茄要多70倍 這顧眼睛的會非常好 這個是我們馬東的獨特的特展 不只山藥綠竹筍 現在還有木碑果以及山中 我們馬東設計 我們馬東設計未來要發展的就是這些東西 透過各式植物發現大自然的奇妙 馬東農友們很努力要讓更多人認識馬東出土的各式天然食材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 小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